嗨,今天我們來拍一下換VMW R850RT的那個後煞車 更換它的後煞車來臨片 然後我們準備的工具喔 一個六角,六角板手 這要拆那個後自動煞車器的 然後一個梅花,這梅花是要幫忙助力用的 然後一個,那個一字起字 我們等一下要把那個煞車,那個來臨給它扳開 扳開用的,還有一個尖嘴前要拉它的叉銷 然後再一個尖的,我們要把那個 它這個叉銷把它打出來 所以要用這個東西 好,我們可以開始 劈鼻樓放進去 然後第一個,我們要先把這個給拆下來 這兩顆螺絲 因為我們那個力量,那個板手沒有 我們所以用這樣,來把它 來採會,捏住它的力量,槓桿眼裡 嘿 嘿 嗯 先把這兩顆螺絲給拆下來 對 然後我們把煞車放拆下來 然後用那個尖水鉗把這個安全扣銷給拔下來 這個安全銷這個把它拔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插銷卡住煞車 煞車皮的插銷我們要把它打下來 這個插銷我們先放回去 然後用這個 然後你看一下 這邊它有多一個環 這就是防止它脫落的 但是我們那個安全插銷一樣 先把它拆開 然後再用那個把它打出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插銷給拔出來 這插銷拔出來之後 來力面就跟著下來 這就是來力面 它已經磨損了 正常的是這樣 這是正常的 新的 跟已經它摸好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換掉 再來 我們要把這個活塞給擠壓推到最旁邊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剛好出力 把它壓到最旁邊 把它擠到最底 你看看得出來 這個彈簧勾片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然後 先放這一片 這片是勾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卡榫 我們要讓它過來 有沒有 這邊 這邊就進來了 然後 再放這一個 第一個先推來這邊 靠左邊 靠左邊這一個 先給它過來 第二個我們再上去 再上去的時候 我們再推回去 往下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插銷可以回去了 有沒有 插銷可以回去了 這時候再用鐵錘 給它回去 然後 然後 安全 安全 擦 擦平這個 把它扣回去 這樣就OK了 然後 把這個安全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安全 小 拼給它扣回去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煞車要放回去 你要把 這個給拉開 這時候就要一字幾字 把它張得最開 把它張得最開 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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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螺絲 鎖這個 煞車棒 分棒的 這個螺絲給它 回去 這一顆有附帶這個 管線 跟我們一起 給它回去 我們一起 給它回去 鎖緊 鎖緊 它這個鎖是 40磅 因為我們 沒有扭力扳手 所以 應該 我們大概 可以就OK 好 用那個 煞車板清潔劑 順便把煞車板清潔一下 好 那裝好之後 我們把 後煞車採一下 有沒有 這邊 就感覺它已經上來了 現在就煞住了 OK 我們這樣 現在就完成了 那 這個是 最簡單的 換煞車來歷 只要DIY 所以你只要動手 它 很簡單 那 也不用再去 到車廂去 因為這個最簡單的 你自己只要 知道它大概 裝的原理 重點在哪 它的重點就是 它插銷的部分 它這個是要用 敲出來的 然後 你把它 只要把它 能夠把它敲出來 那就可以 很容易的裝上去 然後另外一邊的 那個卡榫 那個部分 是一個 線路順序 你要先卡住 把分棒給推開 然後 再放進去 然後 先放一邊 再放一邊 這樣會 比較容易 然後 只要大概 那個眼影你懂 就很簡單 好 今天就到這邊 那下一次我們再換 換前面 OK 結束